Hello,Eddie 大家好 看得到我吗 OK 那大家应该都会party吧 我是彭宥愿 主持人好 在这儿呢 非常的遗憾 跟大家说 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在现场 感受这个秀的精彩 但是我发现直播 看也是很过瘾的 那要不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看完发布之后 整个的一下 自己的一个体会 我看完这发布会的感想就是 很过瘾很好看 因为跟Chris Benet 也是老朋友 虽然这一次没有办法到现场看 但是你能感受到 他每一次的设计都会创新 像这一次的秀 就有跟新的设计师 新的艺术家合作 所以在色彩上面 我觉得就特别的丰富 很有强烈的 很勇敢的用色 然后很多的几个小的单品 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 刚刚看到有很多很特别颜色的 好像介于白色跟米白色的一个帽子 帽子那个型也很酷 希望大家有 大家会喜欢 好 那这一次的主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叫Living Apart Together 有没有一些感同身受的感觉呢 对的 这几年 Living Apart Together 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 让我们大家不能够一起 相聚在一起 看这个新设计的活动 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网路 透过直播 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聚在一起 还是可以享受到 Chris Baluti 带给我们的盛会 所以 Living Apart Together 感觉像是 天涯若比林 很温暖 很正能量 希望大家 在未来的日子 也能够带着这个感觉 一起努力 谢谢Baluti 谢谢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祝大家平安 快乐 谢谢大家